Layu聊世纪 美类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来看达罗匹图人对上西班牙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哈拉布地图 OK 这场比赛呢 是Viper对上Hera 那国民呢 是Viper选择了达罗匹图 那Hera是选择了西班牙人 那这场对局喔 所以有点有点好笑啦 之前呢 Hera呢 有说他认为达罗匹图人的宝兵 是这个游戏里面最烂的宝兵 所以Viper这一把遇到了Hera 可能是在排天梯的时候就有意无意之间 哎呦 排到了对手是Hera 还是这把我们玩个达罗匹图来试试看 来试试看到底达罗匹图的边界兵 到底是不是像Hera所说的 是这么的烂 好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达罗匹图 那达罗匹图人升级时会获得200木头 而且达罗匹图人的相攻跟战毛病 攻击速度特别快 那他的金冠技术呢 是乌之刚科技 可以让自己的骑兵单位跟步兵 造成无视敌方装甲伤害的效果 所以他的边界兵呢 再搭配乌之刚 伤害是非常炸裂的 而且他的边界兵的地下是范围伤害 而且地下都特别痛 所以只要出很多只 然后被摸到的情况下 不管是强虹或骑士 都有可能是被蒸发的情况 因为乌之刚这个科技实在是太做坏了 也没到做坏的程度 这只是威力太强大了 那达罗匹图人呢 在陆战来说的优势 并不是非常迷响 他的海战优势更具有优势一点 因为他的渔船跟渔民 都有这个双倍装肉的效果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西班牙人这个特色 西班牙人的文明呢 是他挖进这个暗兵工厂的时候呢 不需要黄金的 这个一攻一防啊什么的 二攻二防啊都不需要黄金 而且每点一个科技 都可以获得26的这个效果 所以整体西班牙人的打法黄金 是非常省的 而且后期的神下的黄金 可以转出游侠 中前期打奴兵 配上这个 不好意思西班牙人没有奴兵 中前期打这个骑士或西针 所以后期呢可以转出游侠 是他一个非常强力的打法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封建时代 好这里看到HERA西班牙人 这边是一个正常开局 Riper呢这边也是 开局模式阿拉伯大家都是大同小异 比方说是推路 然后三个人伐木 都比较稳定一点 好这里继续往前推 两头野猪 继续吃 这一头鹿继续推 好点掉 HERA这边可能会打一个18匹 升级吗 我们来看一下 好模仿盖好 好变19匹 好19匹 两边同时点下 支付技术 OK 这就是职业宣兽们的默契 城镇中心的闲置是0秒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Viper 这里是决定要来走棒棒开局了 Viper这个文明呢 他的军营 科技是半价的 不管是你要点装甲步兵的升级 或是打护卫技术啊 纵火技术 或是枪兵的升级 都是半价 所以这边棒棒 三棒棒 转装甲升级是非常强大的 7-16 然后20黄金而已 这个升级投资非常划算 而且HERA这边的文明是城堡 是在开始发力非常强大的文明 所以这边黑暗时代去拖对方的节奏 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针对效果 但是以现在来说 西班牙人也不太会打这个职场阿拉伯 所以这个三棒棒开局能不能做到事情 其实也是蛮有局限性的 并不是你说你出三棒棒 就一定能做到很多事喔 好那HERA这边是继续往前走 看一下右边 好这里五只村民 赶快围一下 装甲步兵遇到工兵只能撤退 哇这个 装甲的局限性 就是遇到了工兵喔 会变成这样子 反正三只装甲没有做太多事情 但不得不说HERA这边是防守防都快 所以让RIPER没有太多的机会 可以去抓到对方的村民 好那是RIPER也知道 你一定会出工兵 所以我射箭场很早就补下了 甚至已经按了四只毛兵 而且我攻击速度还有加成喔 所以这边RIPER应该是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这里用装甲步兵去破门 毛兵去攻击弓箭手 OK 攻速之快 装甲毛兵前压 WP2这招非常强大 黑暗时代转封箭这招 压制力非常好 那HERA这边要打赢的话 可能要补下自己的肉马 马就 转一些肉马出来挡 可能会比较好打一些 但是如果这里按肉马的话 可能会损失太多的肉去升级 所以这边算是HERA尴尬的一个决策点 好最后HERA被收掉两只村民 VIPER现在有村民上的优势 3-3村打3-11村 好摸马帝先被打死 现在毛兵被逼退回去 HERA这边没有打算出肉马 OK 那MIPER这边有转肉马的关系 现在肉是输给HERA HERA这边已经700多肉了 哇 好点了一个挖金技术 不出肉马 真的是很快就可以升城堡时代了 OK 那升城堡时代 是HERA这边的重点 好还补了一只肉马 好 哇这个毛兵打不赢肉马 VIPER的肉马按下去 毛兵只能往回家 这一波的工兵过来 但是被毛兵抓到 这里稍微围一下 但是毛兵一直在攻击 左右拉扯 好最后毛兵只剩下四只回家 两只肉马过来救一下 好 起来点效残性的毛兵 VIPER真的是太调皮了 一只肉马也可以抓毛兵 太狠了太狠了 OK 两边都准备升城堡时代 HERA这边的黄金不太够 刚刚又被控到了一下 所以升级稍微慢了一些 好黄金还不够 还差11黄金 尴尬了尴尬了 HERA这边升级有点爆炸 好终于可以点了 升级点下去 时间差了大概快要两分钟了 好后方的肉马 终于被肉马解析了 大陆P图 这边转弓兵开局 不转战矛我转弓兵 待会升级上去 还拥有这两百步的加成 可以补下大学或是TC 3TC开拢都没有问题 这边就要来看一下这边的流程 决定是怎么打 这边是选择补了一个TC 二级射奴兵升级上去 好看一下这里 三只肉马 抓残血 哇HERA这边 有点爆炸喔 这根剑塔投资了 却还没盖好 完了完了完了 现在还没有黄金 好黄金赶快上去挖 那石头也要赶快顾喔 这个石头 能否拿到呢 看一下HERA石头在哪 看一下这一坨毛病 HERA的后方的毛病 可能要被肉马给猫抄掉了 好这一波派了一些肉马 或许救一下 但是奴兵已经走到了这里 哇 又一村 山村 HERA这里很炸裂啊 也没有石头可以挖 这根剑塔 也没机会盖好 麦可又拉两只工兵过来 工兵一直在追村民 哇 这个应该是 直接封建投降了吧 正常来说是 紫耶塞斯遇到这种大失误的话 应该是没救了 喔 死了七村 但是HERA并不想要放弃 遇到达洛匹图 他认为 这个文明拥有最烂的UU 怎么可能输 好 我们来看一下 HERA这边转出了骑士 截掉了这里的工兵 趕快拉村民过来 把这个箭塔盖起来 稳住一下这个区域 好 后面的三只马 配毛兵 要不要包抄一下 把这个毛兵 跟工兵给解决掉呢 好 前方的七只奴兵 正在输出 好 赶快赶快来盖 西班牙人盖建筑物 是游戏里面最快的文明 不管盖什么 都有30%的加成 哇 又点掉了一只残血村民 VIPER这一波细节做得很好 好 再把残血的毛兵点掉 好 最后被骑士全部砍光 搞定 HERA这里 显得有点麻烦了 村民处损失了八村 而且对方VIPER 已经3TC开农 HERA现在要打赢的话 只能赶快挖出第一根城堡 然后转出 自己的西班牙征服者 去压堡 最好是压中间这个位置 不太可能 这个位置压不太进去 好 可能压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 或压下面这个位置 只要能空到黄金 或是TC旁边的农田都很赚 好 这里黄金 开始挖 这里前线要补一个TC 会比较安全 但是现在光VIPER的弓箭手 就让HERA有点难受 所以这里可能要先转个战毛兵 二级射 二级射有了 战毛兵要先点吧 好 战毛兵升级还差一点点 先补下一个跟踪技术 增加一下骑士的跑速 现在只有二级马凯 遇到这个箭矢伤害也是有点痛 一级马凯 二级马凯 赶快点上 才可以比较能扛得住 哇 这个弓箭手又射到了一只村民 后面稍微盖个房子 躲一下 战壁锋芒 好 这里毛兵还没升级 战毛兵 这一坨工兵可以空这么久 是不容易啊 好 本来想挖黄金 冲名又继续往下拉 但是MIPER又有个都线 工兵直接走下了奴兵 这个箭塔的下方 但是冲名直接手撕奴兵 搞定 好 二级马凯好了 这里可以上了 要稍微躲一下 残血的拉走 毛兵往前 残血骑士回头 毛兵往前继续挡 将顺利收掉 只损失了一只毛兵 好 这只残血的战名又被点掉 就尴尬了 现在战名树已经来到72村 差距45村了 这里不点了 是我就点了 战名差距太大了 分数来说好像看起来差不多 好 现在战名树拥有优势的 Hero Riper 是补下了城堡 黑暗刀雪也点下了 骑士 死去 好 守村 Hero 这里两只肉马开了一下 哎呀哎 3TC 经济这么好 要不要挖个石头呢 Hero 这边没有打算挖石头 这意味着西班牙人最大的优势兵种 没有办法出场 你觉得这个时间去挖石头 西班牙征服者的影响力也变小了 不如就直接变马爆 战毛兵 的一个压制打法 这边毕竟 世纪帝国 这个游戏是节奏游戏 如果雪球滚不太起来的话 就算出强力兵种 可能也不会到非常强力 像西班牙征服者 跟马战车这类单位就是 当这种时间点已经被骚扰这么惨 对方经济这么好的情况下 你还要再挖出城堡 跟按住一定数量的马战车 跟西陣的话 其实能影响到对方的经济的 几率是非常小 对方这时候都已经经济浓起来 随便出个什么战毛兵 或者是出个僧侣 或是大量的工兵 甚至生帝王时代 都可以有效挡住 这一类打法 所以白河这边继续出工兵 呈现着前置聪明也被点掉 好 这里打破了一个洞 但是不敢进去 选择原路返回 Hera这边骑士 反而也没做到太多事情 捕了一个轮轴技术 Viper开始在出边界兵了 要开始秀Hera了吗 边界兵已经去世代发 8加10了 出死伤害值 就是8点伤害而已 第一下会加12点伤害 但是这12点了 8加12 用我这个扩散伤害秀 好 战毛兵现在二级射 有二级防 好 但是遇到边界兵 挡不住 一定要骑士近战 好 这里不敢编 那时候编 只有55滴 决定不编 好 回头 好 后面这个剪生物的生女 又被抓到 好 后面盖寶被发现 Hera这边很着急的 想要打出一些经济游士来 但是臭名书查局 已经快要来到了一倍 好 Hera这边单TC点地网 准备要来盖寶前压 巨型投石机压制 好 帝王世代先补 待会城堡慢一点上 好 少补了一个科技 大学 OK 刚盖完而已 好 帝王世代三分钟 Riper这边 继续浓 4TC浓得很开心 但是升级世代会稍微有点吃力了 好 先来来盖的工兵直接出门 继续控制 这里石头非常多的战毛兵守着 但是没有问题 好 石头已经可以挖到一根城堡了 开始出门吧 Hera这边要赶快出门去压制 但是家里这一坨奴兵也要想办法解决 好 骑士上前 奴兵 数量掉得很快 好 但正面有一波边界兵来了 骑士上去解一下 步兵开甲一级防点下 但是这只骑士打算见死不救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啊 战毛兵 看起来是过得不太好 这个战毛兵被边界兵变到头破血流 终于要反打了吗 这波反打 让边界兵没有扩上伤害效果的时候 直接正面回头反击 这波反击打得非常漂亮 Viper第一波的边界兵直接被屠杀 Hera再次证明了 边界兵是最弱的UU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波鸭宝 这波鸭宝能不能 做到点事情 Viper这边按了非常多边界兵的关系 所以现在经济力非常差 陈帝王时代是完全没有办法点下的状况 好 二级的步兵铠甲也升级了 没有乌子刚的边界兵 伤害还是有点可惜的 已经二级防御的骑士 4点防御力 边界兵怎么打下 都是4滴血而已 所以真的要打赢正面骑士的话 边界兵需要点下乌子杠 才会有比较有的 比较有一个好的反击模式 才不会只有一波就完事了 这种感觉啊 好 这里山女终于被点掉 后面城堡 堵了起来 巨型头司机 没木头 买卖一下 OK 点出了一台巨头 好 西班牙人 这边就只能慢慢进攻啊 还是要打算打个分队呢 那这边如果打一个分推的话 Biper就知道 你这面没有骑士 你的巨型头司机 就很可能被边界兵给收掉 所以现在两边在斗智斗勇 这也是为什么Hera的骑士 并没有走远 结果还是要走分队吗 走一个分队 少量分队压制 好 右边的边线兵也出门咯 好 这里开始打一个多线 Biper决定不离你家 不离你正面的城堡 我直接边后面的村民 爆炸伤害开始了 追不到 追不到 手 手有点 脚有点短 好 后方的经济 开始往后撤 开始往下开TC 好 巨型头司机 开始工程了 正面没有边界兵 边界兵都在Hera家里 好 这里边界兵 伤害还有 蓄能伤害 要不要打一下骑士 好 这里边界兵被收掉了第一只 第二只也要被收掉 Hera正面的边界兵没有在空 好 直接被骑士吃光 上方这一坨直接上去往前 也是收掉了这些边界兵 这一波Hera用骑士解得非常漂亮 OK 边界兵 看来没有办法斩大显神威 帝王时代还有40秒 Hera的帝王时代上去 只按了巨型头C 并没有按太多的其他单位 好 这里直接围一个城门 上面这里也可以围 哇 就直接往上走 边界兵直接伤害炸裂 瞬间秒杀了大量的战毛兵 边界兵的价值又再次被打出来了吗 好 左边这里再补一个城堡 Hera要绝对继续保押 能控到多少农田 能控越多 就代表自己的优势就越多 好 西班牙人化学点下 哇 这一只天空熊好像有点猛 高打低的天空熊 残血了 残血了 好 Vyper這邊点下了 精锐升级 好 西班牙人征服者 看了几只出来 他边界兵效果还不错 Vyper的说明处 开始有点下降了 好 精锐边界兵升上去了 差点开始会好转一些 好 在后方这里有非常多边界兵走得过来 哇 开始边 开始边 哇 这个伤害有点炸裂 聪明师的速度有点快速 好 赶快打攻击力一点下 攻击力才是边界兵的最重要东西 不知刚有机会吗 Vyper的Raw非常不稳定 变了一个瞭望技术 好 现在Hera家里一片狼藉 非常多的边界兵在乱烧了 村民差距已经是134吋 打上50吋 差距85吋左右 但是巨型同时期的工程 并没有减缓 好 Vyper中午点下了吴之刚 吴之刚配边界兵 这个伤害相当炸亮 如果有三弓的话会更好 看一下有没有三弓 能够点得出来吗 Vyper这边再重新蓄了一些边界兵 到处都有 重新集结一下 主要的边界兵的阻力在上方的位置 好 吴之刚升级好 三弓要帮我买卖一下呢 边界兵还是有 在这边四处骚扰的一个模式 这里农田也没剩多少村民了 好 看一下镇燕 这里用森驴稍微把吸增给逼退 但是看到森驴直接一枪倒地 森驴倒了 Mip这里三弓没有先点 反而是继续囤出了更多的边界兵的数量 好 这里边界兵不来 好 走过来 边界兵 要来教训Hera了吗 还敢说边界兵 吃最弱的UU 用最弱的UU打赢Hera 有没有机会 看起来很有机会喔 这波Hera应该是难逃 一边 打出了句句 我们恭喜Mip拿下比赛的胜利 哇 真的是用边界兵打爆了Hera Hera这应该是有点尴尬 但是其实呢 真正会让Hera打出的 应该也不是边界兵 是真的是Mip前面那坨奴兵 操作秀得很好 这个节奏带得非常好 让Hera的经济直接爆炸 而且3TC开农经济获得太好了 也可以算是说是 Mip这个山农山木的这个经济型打法 拧压Hera也说不过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 经济应该是非常炸裂的 这边Mip的经济是 赢了对方黄金一倍的数量 食物也快要一倍 木材也快要一倍 木材是一倍 没错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帮助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掰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